Hello,Gins Canola Live频道的小伙伴们又见面了 今天想推荐个什么呢 我做过很多很多期的无线麦克风的测评 那么如果是自媒体或者是做Vlog旅拍等等的朋友 对于国产麦克风品牌凤科SYNCO一定不陌生 低调,没有过多的宣传,平实力说话的厂家 只做性价比高的产品 那今天我要带来的就是它 是这个凤科G2无线麦克风 首先你懂的弹幕牵到走路 如果买过凤科无线麦克风的朋友 也许知道之前他们发布过一款名为G1的麦克风 G1的这个无线麦克风 那外观其实很类似 但是第二代G2的话最最特别之处 它就是加入了这块TFT的这个显示屏幕 让你能够很直观的看到各种参数的一个设定 那从外观上来说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凤科G2 貌似想要对标这个罗德的Wireless Go 因为外观非常的相似 包括这个屏幕的显示也非常的相似 那么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做一期节目 就是用这个凤科G2和这个罗德Wireless Go 做一个对比的视频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换上这个凤科的G2 来录制接下来的节目 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这个凤科G2的直出效果 那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G2的一些特点 那首先就是开机自动匹配的这个速度 是非常的迅速 那几乎是零延迟 那接收端和发射端一旦开机就能立即配对 节省了大家很多拍摄前的这个准备的时间 那传输距离上官方说法是70米 但是具体能有多远 我们一会儿去户外体验实测看看 一款麦克风好还是不好 我们要看它对于声音的这个降噪的能力 首先是不是能够减少低频带来的嗡嗡声 其实也就是当你把这个麦克风夹在领口的时候 离喉咙太近 如果对于低频没有办法有效的过滤掉的麦克风 那声音就会听起来非常的闷 另外对于底噪和环境杂音的控制一样很重要 那大家现在听到我说了这么半天 应该能感觉到其实这款G2麦克风 对于我刚才说的低频和噪音的控制都是相当不错的 而这次G2在电池的续航上也做了一定的提升 当然你可以选择边充电边用 但是我想很少有人边充电无线麦克风边录制节目的 那么大概一小时左右你就可以将它充满电 持续使用大概六个小时是没有问题的 那轻轻松松一天你的工作是可以应付得了的 那么凤科G2准备了两根传输线 你可以用于连接你的相机或者手机都可以 也同样是既插既用 没有繁琐的这个设置 对于在户外录制或者是直播等等情况 你同样可以在接收端上插上耳机 做这个实时的监听 保证录制的效果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端 夹在领口像这样会很难受的话 随机有附赠一个小的领夹麦克风 那这样看起来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是这个就看个人喜好了 另外很重要的就是这个防风罩 这一点其实我会有一点点想要吐槽的地方 就是当你把防风罩卡在这个发射端的时候 它不是很牢固 如果剧烈的摇晃它会容易掉落 那如果能想办法将它固定的牢靠一点就更好了 但是防风罩也几乎只是在大风天的户外录制的时候会用到 所以其实影响到也没有那么多 也只能说算是一个比较小小的遗憾的 最后就是我最喜欢凤科每次都会附赠这样一个质量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收纳盒 那从来不会让你觉得携带一个无线麦克风出门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就到室外去实测一下它的这个传输距离吧 好 那我们现在在户外 我们来做一个它这个传输距离的这个效果测试啊 有断讯啊或者是不稳定的这个传输的情况啊 我们现在开始 那我会持续的说话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传输的这个效果如何 那一直走到这个场地的边缘之后再走回来 那其实建议大家使用的话呢 在2.4G这种传输方式下的话 还是选择稍微开阔的地方去录制啊 如果你要走比较远的情况 当然近距离无所谓啊 比较远的情况的话 在开阔的场景的话 它会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传输效果 那我现在还是继续往回走 好的那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那现在我走回来 我也很好奇 因为我自己是听不见的 所以我最后后期编辑的时候 才知道它这个效果到底如何啊 那你现在在看视频你是知道的 就中途有没有断讯的情况 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也没有做任何的后续处理 或者是降噪的这个情况啊 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 它这个音质到底如何 你该不该去购买这样一款产品 好的那我们这个 你的距离测试就是这样 那么这期节目看下来 对于百元级别的无线麦克风 Fone科G2我觉得在性价比上 一定是非常值得 你考虑的这么一款产品 对于在考虑做视频的朋友们 不论是直播还是旅行 那一款无线麦克风 肯定是你必备的设备之一 那么就赶紧去体验一下吧 我是Gin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希望你能够一键三连 你也可以同样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